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白露将出演北上!姚晓峰指导赵东霖编剧,央视超强班底大制作角了! 白露是新生代小花中发展势头较猛的一位了,自出道以来,综艺、电视剧、晚会舞台上都有他的身影! 近日,白露以爱卫营的路透也是赚足了观众的眼球,众多剧粉表示期待! 此外,白露还有一部新剧马上要来了,该剧叫《北上》,是一部都市题材剧! 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00年夏天,通过描绘马思义、谢旺和、星池以及海阔等少年的成长轨迹, 反映了运河沿岸的百年沧桑巨变,也是新时代的华丽蜕变! 据悉,该剧是广电总局的重点项目,也是继《平凡的世界白露源》以及《人世间》等作品后的又一部改编自《矛盾文学奖》的作品, 该剧将于2023年3月开拍! 《北上》改编自知名作家徐泽臣的小说,该作品曾斩获第十届矛盾文学奖, 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在央视播出的爆款剧《人世间》也同样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。 除此之外,该剧的制作班底也不容小觑,该剧将由国家一级导演姚晓峰指导《唐山大地震大丈夫》等经典剧都出自她之手, 曾获18届华鼎奖百强电视剧最佳导演,该剧的编剧是国内著名女作家和编剧赵东霖, 她的编剧代表作有《红高粱安居》,曾获二七届金鸡奖最佳编剧,此次北上二位重量级主创强强联合,该剧的分量可见一斑。 5年前,白露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,而如今,她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当红小花, 她这一路走来稳扎稳打,大步向前,她的每个角色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短短几年,就从一个无人听闻的新人,蜕变成了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人气小花。 2023年白露将有多部剧代播,每部剧都是播放平台的王牌,爱奇艺的宁安如梦, 芒果TV的以爱卫营,优酷的长岳禁明,古偶,献偶,仙霞,再加上如今官宣的央视证据北上, 白露可谓是全面开花,让我们一起期待白露的新剧。 也祝愿她越来越好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